作者 耳根 眼波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429集 拓森的杀鸡 这铁剑一线呢 即便是远处红雾内的朱雀子与云雀子二人 都立刻一阵 王林目光如电 死死地盯着那铁剑 准确地说呀 它是看向那铁剑之上的锈井 这上面 蕴含了几滴干枯的鲜血 这血液上 有一种很熟悉的气息 古神之血 这是真正的古神之血 远非巨魔族血液中 蕴含的那一些 佛杂气息可别 王林倒吸口气 盯着那几处锈井 双目闪耀浓浓的光芒 不对 古神 怎么可能被寻常之物所伤 此剑居然可以沾染古神之血 岂能是防雾 王林的目光立刻一凝 这一次它是看向此剑 在这铁剑出现的瞬间 下方海面内 走出一人 此人的出现没有任何人注意 好似它完全透明一般 此人正是那戴着面具的男子 他目光闪烁奇异之蒙 盯着那把铁剑 喃喃自语道 这时 既出这铁剑 前锋也是被逼无奈 这铁剑呢 乃是他前家一族中的最隐秘之宝 是当年上一代朱雀子不知从何处得到后 秘密藏在了前角 上一代朱雀子留下此剑后 曾说过一番话 此剑以老夫的修为看不透 子孙后代若无灭族之日 万万不可寄出 前锋自跟了朱雀子后啊 在先一族开战之时 曾秘密地去了这铁剑藏匿之处 把铁剑呢 悄悄地拿了去 他想要杀王林 朱雀子给他的法宝 他心底有些信不过 于是这才拿出铁剑 这才是他真正准备 对抗十亿尊魂藏之宝 在这一个 忽然远处朱雀子 与云雀子战斗的那片红雾内 传来一声厉笑 紧接着一道虚影 从其内一闪而出 直奔王林与前锋所在之处 几乎眨眼间 那虚影便冲进了魂魄组成的包围 但见其所过之处 所有阻拦在其身前的魂魄 一个个顿时凄厉惨叫 瞬间消散 背着虚影直接穿透 留下一道长长的通白通道 这虚影闪烁之中啊 冲进了包围之内 王林面色一变 身子立刻后退 但就在这时 那虚影内传出阵阵阴森之笑 漠然间一个红色的虚幻之身 从虚影内凝结而出 此人一出啊 向着王林随意的一回 王林顿时喷出一大口鲜血 身子好似流星 漠然间被远远的抛开 一直到了千丈之外 才稳住身子 又喷出一口鲜血 其内甚至还有一些内脏碎块 那红色虚影一晃之下 化身成为一个满头红发的男子 此人全身处于半透明状态 在其身体内赫然有一只小猴 一道道红光 从小猴体内散发而出 这才组成了这虚幻之影 托森 王林内心苦涩 一字一字地说道 那虚幻之影身子在动 这一次 他瞬间来到了前锋身边 抓住前锋向后一抛 前锋身上的朱雀玄阵 立刻自动开启 想要阻拦此人 只不过 这朱雀玄阵在虚幻之影抓来的一刻 顿时传出震震咔咔之声 居然被他一抓之下 生生碎裂 前锋顿时面色苍白 朱雀玄阵的破碎 使得他顿时伤上加伤 把前锋抛开之后 那虚幻之影一把捏住铁键 仔细看了一眼后 他狂笑脚 说道 哈哈哈哈 居然是此物 这上面的血液 居然是我族九星族人的鲜血 好 配合修行之境 这一次 我有十足的把握 可以脱困而出 王林深吸口气 右手隔空一抓 十亿踪魂帆 在其手中凝聚 他一抖之下 十里之内的魂魄 立刻呼啸飞来 向着魂帆凝聚 同时战俘与剑鞘 也在他心念一动下 向他飞来 那虚幻之影 扫了王林一眼 嘴角露出一丝 阴森的微笑 说道 小家伙 待我取到修行之境后 再来与你算账 说着 他右手在铁剑上一摸 顿时此剑之上的秀迹 好似活了一般 默然间蠕动起来 最终相互凝聚 化作一滴暗红色的血液 虚幻之影眼中露出喜色 一口便把血液吞下 随后拿着铁剑 身子一动 消失在了原地 出现时 却是在了那朱雀子 与云雀子战斗的红雾之中 只听红雾内 传来朱雀子的惊呼 以及云雀子的怒吼 法力的波动 立刻疯狂地传递开来 前锋被那虚幻之影 一抛之下 重伤加剧 好不容易止住身子 正要逃顿 王林目光一闪 他手中尊魂翻一挥 整个人化作一道黑芒 与棕魂翻内的魂魄 卷在一起 向着前锋 训斥而去 以前锋之命换命魂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 离开这朱雀末 王林内心咆哮 速度达到了最快 几乎是闪烁之下 带起一股黑色魂魄之风 密密麻麻 好似铺天盖地 直接卷住前锋 把他困在了 众多魂魄之内 王林身子一闪 出现在前锋身前 右手向前一点 虚空印在前锋眉心 前锋面色苍白 眼中露出疯狂 他朱雀玄阵被毁 铁剑被抢 法宝被破 寿援被夺 此刻身子更是重伤 眼下被王林抓到 定然死无葬身之地 前锋就算是死 也要让你陪葬 前锋眼中露出疯狂 他准备自爆 王林目光闪动 口中倾吐 命魂 他脑中留下的那个散发紫芒的印记 立刻浓郁地闪烁 从其眉心一晃之下飞出 飘在了他与前锋中间 想要从修行之境内抽出命魂 必须要以命换命 此刻 前锋正要自爆之时 忽然惨横一声 双眼立刻暗暖 只见了紫色印记散发妖艺之芒 其上漠然间出现了两个命魂 这两个命魂一个是王林一个是前锋 前锋的命魂渐渐崩溃 随之的则是王林的命魂 慢慢消散 最终化作点点精芒 飘出后好似银河般融入王林眉目之中 王林身子一阵 他能感受到身体内好似多了什么 一种圆满的感觉在他身心中回荡 反观前锋 双目暗淡 自爆尚未完成 便已然身亡 四道灵光从其额头漠然间飞出 一阵之下 渐渐消散在了虚无中 这四道消散的灵光啊 就是前锋吞噬红蝶的五行四灵 王林双眼寒芒闪烁 右手一挥 四道灵光中其中一道 立刻被他抓在手中 其他三道消散一空 至于前锋的尸体 则是从半空摔落 沉入海底 前锋的处带 漠然间飞出 被王林抓住 在前锋死亡的瞬间呢 远处一直观望的周武泰 与子欣二人相互看了看 周武泰暗叹一声 他想要告诉王林的事情 始终没有来得及说出口 子欣眼中的恨意渐渐消散 他盯着远处前锋的身体 沉入海底 立刻笑了起来 这笑声中透出的恨 已然滔天 前锋 子欣眼中闪过寒芒 立刻盘膝坐下 双手摆出奇异的印记 与此同时 他眉心连闪树下 但见一个个傀儡修士 漠然间出现在他身体四周 为其护访 卢顶 到底谁是谁的卢顶 王林 你最终 还是没有看透 你此番杀了千锋 却是成就了子欣呢 可惜我也不知 云雀子到底施展了什么手段 这种神通 千锁未闻 诡异莫测 即便是我脑中一丝 刚刚苏醒的青龙传承内 也没有此数 有关的任何记忆 周五太眼中 露出复杂之色 看了打坐中的子欣一眼 此刻的子欣呢 脸上闪烁七彩之芒 一股浓浓的气息 在其身上慢慢凝聚 这气息啊 与前锋极为相似 王林整个人 被尊魂帆卷住 立刻就要冲出 这片金色海洋 但就在这时啊 在朱雀子 释放而出的红雾内 一声震惊天地的声响 漠然间传出 但见云雀的身影 被迅速抛出 他口中流下鲜血 双眼浑浊 出了红雾后啊 身子一晃 险些一头栽倒 与此同时啊 朱雀子也是被狠狠地抛出 他面色阴沉 之前的生机消失不见 脸上有着浓浓的死气 嘴角又鲜血流下 一声狂笑 从红雾内疯狂地传出 紧接着 红雾顿时消失 但见其内 托森的分石虚影 手中虚空 抓着那白色金石 双眼鸿芒闪烁 你们两个小娃娃 在我脱困之后 定会让你们见识一下 我托森真正的实力 托森大笑忠 身子一晃 化作一道闪电 其目标正是王林 王林 现在轮到你了 托森的声音 透出深深寒气 落在王林的耳中 立刻身子一阵 他全身包裹在 尊魂藩内 疯狂地急驰而走 这时 托森的速度 却是更快 几乎眨眼间 他便追上了王林 阴森的声音 传入王林耳中 你跑不掉的 王林 吞噬你的记忆传承 我等这一天 已经很久很久 王林面色阴沉 右手一翻 战斧在手 默然转身 把体内全部仙力 疯狂地涌入其内 狠狠地一展 一道几十丈大小的腐盲 带着浓浓的仙力 顿时破空而出 整个天地之间 全部背着一腹划过 好似开天一般 只是 托森的虚幻之影 却是目光鸿芒一闪 右手十指向前轻轻一点 顿时 腐盲崩溃 王林身子立刻后退 面色苍白 收起战斧 拿出十亿尊魂藩一斗 寒声道 戎 一字出口 立刻 十亿尊魂藩内的 所有魂魄 出去追击柳梅的那些之外 立刻疯狂地相互融合 这种融合的速度 几乎是一瞬间便完成了 顷刻间呢 在王林身前 死地所有的魂魄 所有的主魂 全部融合为一 一个全身散发 紫金之芒的魂魄 默然间出现 他全身散发出的气息 是问鼎初期的修为 他出现后 右手一挥 身体顿时 从虚幻 瞬间凝食 寄出此问鼎之魂后 王林没有任何犹豫 迅速后退 他深知 这问鼎之魂 无法战胜对方 这一点 王林心知肚明 哦 果然有些手段 难怪当年 你上市结丹之时 便能抢夺到 记忆传承 不过 此物对我来说 若是没有获得 那一滴血液之前 或许可以拖延少许 但此刻 我得到了那一滴血液 此物 无法阻止我半步 托森一头红发 无风自动 一股闭腻的气息 立刻从身上散出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